这是世界钻石储量最大的国家 但它却穷得难以想象 人类发展指数常年倒是第一 百分之五十的国民找不到工作 一文钱也赚不到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 塞拉里昂位于非洲西部 大西洋沿岸与利比亚 几内亚接壤 国土面积约7.18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780万 将近60%的人口每天饿着肚子 还有20%极度贫困人口 已经穷到了没饭吃 没衣服穿的地步 20%的儿童五岁以前就要死 水电覆盖区域只有3% 大部分人喝水呢 只能去池塘和小河里去 而洗衣服洗马桶都在这些地方 破乱历界 还有各种肠道传染病非常常见 公共卫生体系呢又弱得可怜 是世界上最不宜居的国家之一 事实上塞拉里昂不是没有富裕的基础 塞拉里昂的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钻石黄金金红石 等贵金属储量都位居世界前列 工矿业条件那么好 而且境内土壤肥沃降水充沛 农业发展的条件也不错 怎么看到穷的有些不可思议 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 塞拉里昂还真不是个穷地方 当时就这么点面积的国家 总体GDP是我国的三倍 人均GDP是我国的十几倍 是当着无愧的富裕国家 不过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塞拉里昂国内多股势力为了更大的利益 争夺钻石的开采权 打了足足12年的内战 死了好几十万人 更是硬生生把自己打成了穷国 朗纳多主演的血钻 背景就是内战中的塞拉里昂 这场战争究竟有多惨烈 会导致国内经济倒退几十年呢 作为一个钻石出口大国 塞拉里昂一直在试图将钻石作为国家繁荣富强的希望 但往往只能迎来苦难 作为英国殖民地以前 当局政府尚且没有多大口气 一直勤勤恳恳以国事大局为重 但英国老一走 塞拉里昂的政府就飘了 告诉我现在谁才是老大 70年代以后 新杀人的总统在短短17年的任期中 通过本国矿业寡头和外资经纪人的千桥搭现 把塞拉里昂国有的钻石产业完全变成了自家摇钱树 退休前个人资产已经达到了5亿美元 此后的各界总统也沿袭了这样的做法 这些当权者和寡头串通仪器赚得盆满钵满 而国家财政部门连体制内的工资都没钱发 导致公务员贪污成性 教育体系坍塌 庞大的利润也使得寡头们开始使用暴力手段增强矿区 当时以桑克为首的财阀反叛政府 他们得到了隔壁利比亚军阀的暗中帮助 一路掠夺钻石铝矿残海百姓与官员 为了扩充自身武装力量 还大肆抓捕十多岁的儿童 逼迫他们服毒借以控制 在长达12年的内战中 染上毒瘾的娃娃兵多达1万人 其中最少的甚至只有7岁 为了得到毒品而疯狂杀戮 政府虽率军队抵抗 但政府均所作所为 也和这些叛军没什么两眼 也是走一路抢一路 打了十几年数百万百姓流离失所 物质基础和社会结构被严重摧残 倒是把财阀和少数特权阶级 养得越来越肥 要不是联合国和英军介入 这场仗他们恐怕都不愿意停下来 如今战争虽然早已结束 但权贵们的美好生活仍在继续 这个国家因为过度贫困 大部分人一天只吃两顿晚饭 别看塞拉利昂的农业条件优越 事实上由于过分落后的生产资料 再好再肥沃的土壤也种不出多少粮食 根本不够这几百万人吃饭 虽然大部分人都从事农业生产 但当地粮食还是依赖于国家援助 烧一大桶木树熬的渣渣 扔点盐吧搅和一下 就是他们每天用于冲击的东西 晚上点个火把去野地里抓点飞蛾烤着吃 就是他们最爱的小零食 虽然是一个沿海国家 但没几个人有海钓的能力 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鱼 国民经济虽然还是以矿石产业为主 而且也不是赚不到钱 但国民经济服务的是矿老板 逃矿工人每天能赚到一美元 就要跪在地上赶一下老板的大恩大德了 服务人们开着豪车住着独栋别墅 穷人们住在茅草屋里 睡觉的地方跟马交似的 连一张床都没有 塞拉利昂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但伙食书本住宿等杂费都免不了 许多十多岁的塞拉利昂姑娘 为了凑够读书所需 不惜街头叫卖 这也使得当地艾滋病非常常见 更多人没有这么强烈的读书愿望 因为国内能给予的工作根本没多少 大部分还是体力活 教育资源也严重不足 读得再到位也不过是初中必厌 读出来相对于没读过书的 也没有竞争优势 与其读书还不如练练力气靠谱的多 塞拉利昂如今的适龄入学率不过百分之二十 识字的不到百分之四十 大多是上世纪叛乱前出生的大爷大妈 如果现状不被改变 这个国家还会一直穷下去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有你发财的小手赶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